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王大陆有意接近蔡卓怡 弥评一句话戳破窗户纸 接下来一幕导演懵了 怦然在心动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档寻爱的节目 这档节目在网上掀起了很大的波浪 有五位已经离婚的女艺人 想要再次拥有一位心意相通的一中人 才选择来参加节目 蔡卓怡来参加节目的确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之前在《青春有你》第二季的节目上 她离过婚这件事对她造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这次她能够直面回应离婚这件事 让人觉得很了不起 26岁的蔡卓怡来到节目的目的很明确 这个年纪的确是结婚生子的年龄 就算她是一位艺人 但在追求爱情这件事上 她和许多女生是一样的 录制节目的时候 正巧碰上了年纪相仿的王大璐 两人在节目中嘻嘻打闹的画面被镜头完美地记录下来 至于这两人关系到底怎么样 用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 自从蔡卓怡来到了寻爱客栈后 王大璐有意接近蔡卓怡 在言语以及行动上表现得很明显 就连在场的姐姐们看到这个情况后 都忍不住想要当红娘 觉得王大璐 蔡卓怡两人很般配 随手一牵就是红线 CP感满满 可倪萍却并不这样觉得 毕竟她是这档节目中德高望重的前辈 在看人这方面还是很准的 在听到姐姐们牵红线的时候 倪萍一句话戳破窗户纸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导演懵了 倪萍说 我们有严格的规定 内部不许缴入工作 就连王大璐也说 不然我怕我工资也没了 倪萍追加说道 可能半途就会给你开除 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 问题矛头所指向的那个人就是王大璐 毕竟他是这个客栈中唯一的男嘉宾 所以只能按照节目组的规则行事 倪萍这番话是提醒王大璐 让他不要做傻事 不管怎么说 蔡卓怡在短暂的时间里结婚离婚 都不是一个好惹的女人 按照王大璐的经历来说 还是少招惹为好 而且蔡卓怡想要找的是圈外人 并不想找艺人 两人在找另一半的要求上 就已经形成了差异 因此就没有接着聊下去的必要性了 况且这档节目刚开始录制 至于之后的一切还是未知数 上来就下定论牵红线 其实是对其他来参加节目的男嘉宾一种不尊重 因此倪萍这番话就连导演都听懵了 也难怪节目组会找来倪萍当家做主 因为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人 早已看破红尘 在节目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所以不会出现太大的差错 大家静静的看着这个节目就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